小艾斯的女兒莉莉擁有較好外型、優雅、氣質 今日還獨自登上時尚雜誌封面並接受了雜誌採訪 她透露媽媽是個敏感的人 因此自己唯一的煩惱就是擔心媽媽能不能跟自己一樣勇敢 所以她經常大力誇獎媽媽 希望對方能感受到很多能量 所以莉莉透露兩人的相處中 自己更像是媽媽 小艾斯被徐老三氣到哭的時候 都是自己負責安慰媽媽 還會幫媽媽教訓妹妹 她認為自己和媽媽最像的 就是善於表達自己 不論遇到開心或是挫折 都會去面對去解決 而不是悶在心裡 莉莉也笑稱媽媽在家都是穿著睡衣 素顏吃便當 朴素德連新一代都不算 因此不覺得自己是新二代 至於網路上經常有酸民 以各種奇怪的發言攻擊自己 她則會自動忽視 並不會放在心上 展現了超越年齡的成熟思維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